好榮幸,這裡來一個校園專訪 這邊有一個金碟國際的紀總 最左邊有一個恆生管理學院的崔校長 這個訪問是關於一間公司和一間校園的合作 我想問一下紀總 金碟國際為什麼選擇恆生管理學院贊助軟件的項目呢? 是,恆生管理學院在香港有30多年的歷史了 我們香港人都知道 不僅如此,他們在過往應該是說培養出了非常多商界的精英 今天他們也都活躍在香港的各界 那這間院校他們培養出來的這個學生的素質 以及他們未來想要去擴大他們的學生的人數 包括質量,包括去擴大他們整個的校園的發展的一些的願景的話呢 都令我們感到非常的欽佩 並且我們也十分願意的話呢 能夠協助恆生管理學院盡我們的一些的責任 因為今天的企業我們認為不僅僅應該行使企業的責任 還應該行使企業的社會責任 那如果我們的企業的一些的軟件 我們可以幫助今天的香港的學生 他們能夠了解香港、中國以及海外的一些企業的發展的話 我相信對這些企業的對於我們這些學生未來走向社會 他們的視野呢將是非常開闊的 而恆生管理學院他們這樣好的一個背景和數字 是令我們想要去捐贈軟件給他們的原因 那我想問一下記重呢 其實這個項目呢 籌備了多久呢 以及涉及到今天是多少呢 其實呢我覺得企業捐贈軟件給我們的恆生管理學院呢 對於我們來講不是錢多或少的問題 其實這個心意我覺得應該是更重要 那這個我們本次捐贈的金額呢 大概是在一百多萬港幣 那另外呢就想問一下 其實香港很多間的學校、校園、大學 那為什麼選擇恆生管理學院呢 還有你覺得他們對香港教育界的成就 有什麼體會有什麼感想呢 是 那恆生管理學院的話呢 他們有很多新的規劃 他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的話呢 我們看到不論是他們在培養學生 還是在未來的這個學生的發展的規劃方面呢 我們覺得都是非常有希望的 而且他們的發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那我們是十分願意能夠培養這個恆生管理學院的學生 他們未來的話呢能夠成為香港商界的領袖 而金額能夠從中呢 能夠承受到一份的責任 這是我們的願望 我想問一下崔校長 那你覺得這次這個遠景的贊助 有多少學生會受惠呢 還有能夠改善學生哪些技能呢 恆生管理學院呢 是集中於培養香港 中國 大中華或者國際的商業的人才 那現時呢我們有千八個學生 但是我們在兩三年間呢 我們大學的課程呢 就會擴展到會去到五千甚至八千個學生 他們所有都是讀和雙科有關的課程 那這次呢我們受惠的學生就是所有讀這個會計的同學呢 但是我們也有很多其他課程呢 我深信在不久的將來呢 都可能和金碟國際這個公司呢 是有合作呢 是令到我們的同學都受惠的 我們有人事管理啦 有這個是物流的管理啦 我們也都是有其他各方面 和商學有關的一些管理的課程 我們深信在金碟的軟件公司呢 有很多的軟件呢 可能都是培養到我們的學生 當他們出來這個社會做事 在商界做事的時候呢 他們多一個知識 多一個軟件能夠使用呢 是對他們在工作上呢 是一定有所幫助的 那蔡學長我想問呢 是不是有些交流計劃在構思呢 有的 因為我們呢 平生管理學院呢 是一直都是 會是和商界業界呢 是保持緊密的聯繫 我們希望呢 我們學生出來呢 商界的人士覺得 我們的學生是有正確的態度 也都是恰當的技能 在新的工作裏面呢 就很容易呢 是上手 對公司有貢獻 對社會有貢獻 要做到這一點呢 除了我們的教授去教書之外呢 一定要和業界不同的公司去配合 在以往呢 我們都一向是有 將學生 擺去不同的公司去實習那個經驗 那麼我們都希望呢 是再繼續和公司聯繫呢 我們其實呢 每一個課程我們想推出來呢 都會看一下 在香港或者在中國 或者是世界的公司 他們需要什麼人才 那所以我覺得 是同一間公司 是能夠有保持緊密的聯繫呢 我們對市場的觸覺會更好 我們的學生 出到來呢 也都對業界呢 是有更大的貢獻的 那我想問一下記忠了 其實你怎麼看 香港的ERP市場呢 還有金碟的優勢在哪裡呢 那要談香港的ERP市場 其實要談 今天即未來香港的定位 那我想在過去的時候呢 香港受惠於過去二三十年來 中國經濟的發展 那香港的企業 他們不僅服務於本港的企業 本港的這個客群 還要服務呢 整個中國區的客人 但是未來 我上週的話呢 在中國的商務部 剛剛參加過會議 中國的企業現在在全球 有1.6萬家 那我們相信 我們香港的企業 和中國的企業 一起聯合走出去 走向全球的每一個角落 一定是未來的大勢所趨 所以我們認為 我們在香港本地的這個 ERP軟件街 不僅僅應該服務 香港本地的企業 還應該服務於香港 跨境到中國的企業 和香港跨境到全球的企業 那麼這也就是我們的 ERP的市場的 這樣的一個定位 那麼今天的話呢 我們科技界的 其實雲端的服務呢 是發展的非常的迅速 那麼金碟呢 也是一間特別 重視技術的公司 我們呢 剛剛拿到了 國家發改委的一個 關於中小企業的 中國管理雲的項目的 一個資助 那麼應該是 中國的ERP界 唯一的得到這個 資助的一間的公司 這個也代表了 國家呢 對於我們在技術創新方面的 一些最新的認可 那我們呢 將為香港的這個 本地的這個企業的話呢 不僅僅提供傳統的技術 也將提供未來的更先進的技術 好 幾種啊 即是說 用你們今次的軟件呢 就可以幫助中港企業 或者走出去國際市場 是 那麼最後想問 如果在軟件的本地資源方面呢 你們有什麼幫助給本地客戶呢 嗯 那因為呢 我們2001年呢 在香港上市以後呢 就來到香港 所以的話呢 我們的香港的這個本地資源呢 目前呢是有超過100位員工 而這個香港的本地的資源呢 我們覺得在香港的本地的 ERP業界中 它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我們透過這裡 還服務 透過香港走向海外的整個的客群 那麼這個呢 對於我們香港的這個員工來講呢 也是一個認識世界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體驗 OK 最後想問一下崔校長 你覺得這次得到這個贊助 對你學校下一步的發展有什麼 積極鼓勵的作用呢 作為一個學院 我們希望是培訓人才服務社會 那我們是得到在這個社會一些重要的企業 都覺得是和我們合作呢 是可以幫助到這個業界的話呢 那麼對於校方的方向呢 我們看到有認同呢 對我們是有鼓舞的 第二呢 我們都會看到呢 是一間大學呢 都不是一個象牙塔 它應該呢 是和社會 和業界呢 是保持緊密的聯繫 是幫助整個社會 是能夠有不停的增長 亦都是對社會的競爭力 是能夠有貢獻 這個很重要 那麼如果要做到這件事呢 是和一個企業 或者很多企業 保持緊密的聯繫呢 我相信 無論對大學也好 對那個企業也好 甚至對整個社會 對中國也好呢 都是一個值得去鼓勵的一個做法來的 好 多謝兩位接受訪問 好 大家 大家